真心忏悔 消除妄念 千年暗示一灯急破 我们心中的无明 我们心中的不明白 犹如千年暗示 只要点上一盏明灯 全部可以照亮 在安徒生的童话集里 有一篇卖火柴的小姑娘 她每点燃一根火柴 就会看到一些 以前或将来的东西 每点燃一根火柴 就会看见灵界的东西 或看见天上的东西 等她把火柴点完了 就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了 而我们需要的 不是一根火柴 也不是一盒火柴 我们需要的是永久的明灯 永久的明灯 是靠菩萨给我们点燃 而不是靠自己的微薄力量 能点燃的 造了恶业 要真诚忏悔 如果造了恶业 犹如在暗示里 什么都看不见一样 但是 你真诚忏悔 犹如一盏明灯 可以把你过去 所做的很多恶事 忏悔掉 但一定要真诚忏悔 真诚忏悔之后 你的心就开始清静了 谁没有做过坏事 谁没有做过错事 只要是人 就会做错事 但是 要懂得忏悔 不懂得忏悔 就永远找不到方向 我们生活中 有一句话叫 不撞南墙 不回头 多少人 在婚姻上 事业上 明明做错了 明明撞墙了 还要向前走 明明知道 做这些事情 会有业障 非要去做 明明知道 自己的孩子 如果再这样宠下去 早晚会走上邪路 但还要继续宠他 这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 心中有无名和障碍 师父常教你们 修身养心 必须先寡欲 要清心寡欲 不要追求明理 只有清心 才能寡欲 欲望少了 心就清静了 修心真的很难 把心和体 修到一致 这个人 才能成功 就像人间常讲 身心健康 心为上 心比什么都重要 而身 是后天所造的 只有身心一致 才能健康 才能产生智慧 如果 你们在生活中 遇到恶人 这个人很坏 我们应该怎么办 当视为 是来考验我的 应该想 这个人 是来考验我的 当你知道 这是个恶人的时候 你能控制自己 不与他发生矛盾 不与其争吵 把他当成好人 这样 才会提高你的修养 如果一辈子 碰不到恶人 坏人 就不会有 这种修养 就像 医学界讲的 如果碰不到 这种细菌 就研究不出 这种抗体 如果碰到坏人 你要感谢他 因为他让你懂得 世界上 还有这种坏人 下次 再碰到另外 与他一样的坏人时 你就不会上当 所以 你要感谢他 其实就是 要学会 克制自己 要学会 忍辱 遇到魔 也是一种考验 如果你从来没有 遇到过魔 你的誓愿 就会不坚定 不坚固 因为没有魔考 你这个人 就不会下定决心 去改习性 因此 碰到魔 可能对你是一种考验 比如 现在你们都知道超度 如果家里的亡人 来向你要小房子 你是不是 应该感恩他们 如果没有他们 来向你要小房子 你的业障 就消不掉 你身上的灵性 就超不走 今天让你头痛 明天让你腰痛等等 总之 让你不得安宁 比如 今天让你摔一跤 你知道 这是魔来了 就要提防他 念小房子 送给他 要明白 这是因为你过去 没有好好修 还没有还清 过去生中的业障 所以才有 今天这个报应 而且报应 是一定要承担的 只有一个 长存感恩心的人 才能驱除邪魔 和恶业障 师父曾经 给你们讲过 如果脑子里有妄想 就是心中有了魔 而这个魔 就是贼 你把这个贼 放在了心里 偷你的心 为什么叫偷心 因为把你善良的东西 全部偷光了 这个贼 天天偷你的心 让你天天 心里难过啊 恨啊 让你天天 心不定 心不宁 你们想一想 任何的难过 和心里的不舒服 都是从哪里来的 都是从 这个心开始的 所以 你们要把自己心中的 这个贼 彻底除掉 这个贼 就是你们的妄想 每个人 都有妄想 去除妄念的 最好方法 是不要理它 正念提起 你心中 只要有正念 你的妄念 才会减少 正念 是去除妄念的 最好方法 感谢您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